第五十二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 即将自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 在彰化展开为其一周的科学盛宴 十六日上午在台北市长官迪举办全国宣传记者会 由彰化县长卓博元 国立科学教育馆馆长朱南贤等 共同以就爱玩科学打造科学好给力的打气仪式 为科学研究注入创新的能量 强调借由不断的求新求变 让科学展览会不仅是竞赛 也是学习意识今年主办单位推动的特色 朱县长表示 台湾的未来在科技的软实力 我们要透过科学展览的举办 能够带动台湾全民 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对科学研发的兴趣 在这几年我们彰化县的推动之下 不管是IF设计大展 红点的设计大展 纽伦堡的发明展 日内瓦的发明展 我们彰化的县民都能够大放异彩 我们这一次有幸能够承办52届的科展 我们一定把它打造的最精彩 我们是一个科展的嘉年华会 在7月23号到28号 科展的期间 我们欢迎来自全国的好朋友 来彰化进行一个创新 而且精彩的科学体验之旅 我们要非常感谢 我们的朱馆长 还有朱馆长的团队 给我们全力的支持 保证精彩 欢迎大家一起来 登峰101 我们打造科学力 谢谢大家 本届全国科展举办地点 分别在江华师范大学 南国国小 体育馆等地 江华县长卓博园 热情邀请民众体验一场 激荡学童创新力与科学力的科学饗宴 详细活动讯息 请至第52届全国中小学科学展览会网站查询 公益频道陈文硕 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科学院